骄傲的大公鸡 森林里住着很多动物 除了大公鸡,其他动物平日里都互相关心、友好相处 大公鸡不喜欢和动物们在一起 因为它觉得自己是森林里长得最美、歌声最好听的动物 一天夜里,大公鸡睡不着 于是在树下唱起了歌 大公鸡歌声响亮 吵醒了在树上睡觉的小猴 小猴跳下树 夜已深了,大家都在睡觉,你不要再唱了 能听到我这么美妙的歌声,是你们的福气 大公鸡不听小猴的话,唱了整整一夜 吵得动物们都没睡好 第二天,大公鸡在河边照镜子 鸭妈妈正在河里教小鸭子游泳 小鸭子不停地拍打翅膀 水花弄湿了大公鸡的羽毛 小鸭子连忙道歉 小鸭子,你把我漂亮的羽毛弄湿了 我要教训你 于是,大公鸡跳进水里 想要教训小鸭子,却忘记了自己不会游泳 大公鸡一跳进水里,就往下沉 啊,救命啊,救救我呀,我不会游泳 鸭妈妈赶紧游到大公鸡身旁 把她往岸边拉 树上的小猴看到了,也赶紧跳下来 帮忙把大公鸡拉上岸 大公鸡得救后,连忙向鸭妈妈和小猴道歉 谢谢你们救了我 想到自己之前骄傲不友好的行为 大公鸡又红着脸道歉 对不起,我之前做得不对 请你们原谅我 以后我会和大家友好相处 改编自中国童话故事